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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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团攻入芝麻坊寨子内,将残敌全部肃清。 东北军在房山街和芝麻坊的三天战斗中, 共毕伤日军千余人,俘获十余人, 焚毁汽车十余辆,缴获大量战利品。 事后得知,其中花精中队173人被全部歼灭, 他们中有的人文化程度还很高。 把他画面车搅了。 画面车上,光里面帝国大学的修生就有20多。 文化程度很高的,一个头一个头。 花精中队被歼灭,使旧经师团长感到震惊。 11日早晨,日军出动兵力2000多人, 在十余辆战车装甲车的掩护下, 分别从东海新安镇出发, 向房山芝麻坊增援 可这时 1120停止战斗 利用夜色向山东挺进了 渔雪中率步到达鲁南后 这支背井离乡的军队 在这里受到了 八路军和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东北军将士离开家乡八年之后 在宜蒙山区 重新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他们在中共山东分局的机关报 大众日报上 向乡亲们发表了道民众书 表达了誓死抗战的决心 在河南省夜县尊化店乡张庄村 设置组找到了一位 92岁高龄的东北军老兵 他虽然离开军队几十年了 可以看出老人至今对军装 还有特殊的情节 三道路之后 在河南省夜县尊化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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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化店中 不认了 你说中 张震逊曾在七七事变后参加过季东保安队起义 后几经波折于1938年8月在河南南阳重新回到了东北军中 半年后他随鲁苏战区总部开赴山东 时任总部特务团四连连长 看到渔学中传这本书老人的思绪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当年 回到了宜蒙山区 渔学中率部入入后引起了日军的警觉 1939年5月日军趁渔学中的两个军入入立足未稳 就发动了夏季大扫打 1939年夏天日军从这个济南青岛威防海州远州 寄进了两枚的兵力 从四面八方破墙了北一门 当时就总部和这个五十一军 五十七军的主敌 战区接到这个清波之后呢 很早就一个月之前接到清波 清波后采取这个作战方程 也是划分多大区域分散兵力 一创一转一单位进行优机战 一蒙山区差时战云密布 日军以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鲁南铺来 敌人进攻的目标就是鲁苏战区总部所在地上高湖 八路军山东纵队所在地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 他们采取分进合击的方式 企图把鲁苏战区总部八路军山东纵队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等单位全部消灭 6月1日日军一个团的先头部队越过中高湖 迅速向上高湖鲁苏战区总部猛扑过来 渔学忠决定在上高湖背后的山口上打上一仗 总部特务团二连山东纵队越过来 渔学忠决定在上高湖背后的山口上打上一仗 总部特务团二连守卫在距总部三宫里的一个山口 天快亮时张震逊才在一个山沟里找到了正在生火做饭的二连 那九代零三十年里日本都绕了 发现火了 我赶快走 他们面子我扔了不要了 然后又走了 然后走到高湖 走了走到天内有便宜 便宜出来了 他说了千块老家你赶快走我 特务营的武器装备好 又有几十艇轻重机枪和当时最先进的捷克式自动步枪 很好地打击了日军扫荡行动 这次扫荡持续了二十多天 跟随鲁苏总部反扫荡的是方淑红的114师 6月25日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到罗路人是五日早上 6点早上 他们刑警到这个就是一水四渠 这个封建昌附近 封建昌现在睡意运下了 在一个下谷呢 这个与大湖日军舰这个突然走去 四面的山头呢 已经被人员占领了 当时你会那个事 这个这个方淑红一看见 马上下马以后呢 就地指挥 这个时候呢 就是那个一个军事馆 四部的军事馆 六言之说 方四郎赶快上马 这里不是九六之地 因为那个地势 你对我们严重的不敌 方四郎这个就是大喊 你快走 你没快走 不要管我 他冷战的人家就地指挥 结果呢 就是这个人意外的还要受 这个就是 学长三小时以后呢 官员平英上网 过班了 方四郎本英呢 头部又部数字符上 他为了不讨历士兵 为了不想入定义的麻将 他就用自己流量手枪 这个学长一阵伏上的头部 不可以的一枪就牺牲了 方淑红 山东历城人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 投身东北军 他为人正直 作战勇敢 历任营长 团长旅长等职 1938年底 方淑红身任 57军1140中将师长 在抗日战争中 奋勇杀敌屡立战功 牺牲时 年纪32岁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 战区总部 在以水县的天晴望村 成立了鲁苏战区干训团 分期轮训正规军 和游击队的军官 以提高素质 适应抗战的需要 战干团第一期毕业的张震训 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候成立那个学校不容易 弄了贵村没有炮 弄了一个林铁 跟他打三十多 直坐当炮的 趴着日本飞机去炸去 跟他训练战干团 有军官大带 有赶板 军事大带 他分着这个部门 有些种学习大鬼子 一部分是五岁元 一个派当鬼子 把脚车里有了 就我抢一只 我抢一只 我抢一只 就给我抢一只 这个手里挡起来 把手里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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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有点看眼睛 我就在那里行 两个时候都说 今天呢 要被人家打过来 炮弹转转 这种威力有多大 按住呢 编织出来的 炒弹 一万千五 然后学练的时候就是这样 他这 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这 这 炮弹 找到一个瓜子 我装弯弯的 在以水线圈里的唐王山上 现在还遗存着这样一块石碑 从残缺不全的碑文上 还可以读出部分内容 命来鲁 敬驻唐王山一带 与民合作 纪律严明 敌尾不敢侵犯 民众适当安居 立碑时间是1940年9月 那么是谁 又是为什么要立这个石碑呢 他那个博主了以后 就是他以后 这种就是 全是那个武朵飞飞飞飞飞飞 他就是他以后 来了以后呢 文明不侵略了不行 他那民众适让人 owned员 爷俊林ício 如离都在于做石碑这个了 步骤在总成的理学中 上编火山儿的东根 上遍那任上中央 上中央 上鹏站在那儿 特有伯自 这就除了 一部分,这是我妈对清楚的。你看对老百姓的关系,你看这有多好。 对老百姓是一目的缩,对老百姓做了很多。 对老百姓做了一些犹豫的事,所以当地老百姓也对他一种介绍,所以他隔了一个苗,离了这个病。 六十多年过去了,那座庙虽然没有了,石碑也只剩下半截,但是这里香火依然不断。 1939年初,长恩多率领东北军57军111师从苏北进入汝南,他也像渔学中一样,把山东当成家乡来保卫和建设,并且提出了团结友军,轻如兄弟的口号。 在山东创造了一个军民团结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面,成为渔学中麾下一支战功卓著的抗日力量。 在刚到鲁南的短短一年内,与八路军山东纵队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并肩作战,连续打了几次大胜仗,大大的振奋了明星士气。 长恩多也因此赢得了长盛将军的荣誉。 长恩多自霍三,辽宁海城人,1895年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 1919年投笔丛容参加奉军,历任营长、团长。 1935年冬,升任111师师长,西安事变后在渭河前线痛击国军贵永卿的讨伐军。 七七事变后,率部奔赴抗日战场,转战江苏、安徽、山东等审,屡立战功。 他统率的111师被列为全国善战部队之一。 1942年的秋天,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 而这时长恩多师长又因肺结合并,十分严重卧床不起。 这时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一手带起来的队伍。 他不想看到自己的队伍留给那些反共通敌的人,走到与拔洛军老百姓为敌的境地。 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把这支部队拉出去起义。 在病榻上,他和郭维成秘密研究了起义的时间路线。 郭维成,时任鲁苏战区总部政务处长,平时与长恩多万亿关系密切。 因为那个时候万亿啊,被扣了。 被扣了呢,本来是想呢,就是我父亲去世以后啊,等我父亲出病的时候再起义。 另外呢,他那个时候郭维成告诉他,说长市长病危,提前提前,就是不要等他去世以后了。 完了呢,那个回头我们来接你,起义的时候我们来接你。 后来万一一听这个事呢,就有点害怕,就是万一接不成,他不就完了吗? 所以那天晚上他跑了,就等于这个事情暴露了,就决定提前起义。 1942年8月3日,长恩多当机立断,在师部下令逮捕了与日伟勾结的部分军官,又派人和八路军方面联系。 中共地下党员的刘祖英还起草了起义宣言,宣布起义。 宣言我起草了很快,大概有就是两个小时,我搞了两个。 搞了之后,我就跑到纸房去,给郭维成看,其实怎么样? 郭维成一看,改了几个日子,可以同意。 我父亲那时候根本坐,起码都去不了了,就坐着,也坐不住,就用抬个担架,把它抬着,就领导起义,就往解放区一走。 8月8日晚,当起义部队转移到王家坊前时,长恩多不幸病逝,10年47岁。 临终前,他把这支抗日的武装带了出来,这支军队扩充后,在万亿的领导下,后来成为打回东北老家去的一支禁旅。 与学中在敌后坚持抗日时,当时的山东地方官员指责与学中倾向于共产党,引起了蒋介石的疑虑。 特别是长恩多的111师起义后,蒋介石对于学中就更不信任了,于是决定派28集团军总司令李先舟率部陆鲁替换于学中。 按照部队换防原则,等李先舟陆鲁,于学中将防区交给李部后才能撤离。 但于学中不想把千辛万苦创建的根据地拱手交给国军。 他事前与巴陆军司令员罗戎环约定,于部提前撤离驻地时,以烟火为信号,巴陆军即可接防。 这样,山东解放区面积一下就新增加了2000多平方公里。 从此,山东八路军牢牢控制了山东这个重要地区,为最后的反攻奠定了基础。 东北军在山东的地区战场是非常出色的,出色的,一个是建成时间久,一个战国比较显著,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跟共产党合作的好。 1943年9月底,在于学中的主持下,鲁苏战区在安徽府阳召开了追悼山东抗战阵亡将士的大会。 会上于学中对入鲁抗战以来的战况进行了总结,并报告了军队伤亡情况。 五年来,东北军在山东敌后伤亡官兵上万人,光是将官伤亡就达12人之多。 身为鲁苏战区总司令的于学中也是满身伤痕。 于学中率部开道府阳仅两个月,蒋介石就下令撤销了鲁苏战区,罢了于学中的官,调任他为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个贤职。于学中从此失去军权。 于学中生于1890年,山东彭来人,原为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下,北伐战争失败后投奔张作霖。 东北抑制后于学中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1932年8月调任为河北省主席,坐镇天津与日伟特务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6年参加了西安事变,张学良被扣后被指定为东北军负责人。 1939年调鲁苏战区总司令,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于学中隐居四川农村,拒绝飞往台湾,与国民党当局彻底剧烈。 解放后于学中先后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国防委员等职,1964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东北光复,与国欢腾。 打回老家去,这是九一八之后流亡到关内的近百万东北籍军民一同喊出的口号。 这句口号成为人们无法抑制的一个愿望。 关润芳,一位东北军老兵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东北军53军中的一员,参加过滇缅远征军打通国际交通线作战,名叫关庆后。 抗战胜利后,关庆后随部队从国外返乡,待在身边的女儿,用孩子的眼光观察了沿途看到的一切。 放的鞭炮都一尺厚,整个天空都被那个梨花都,整个是梨花比星星还灿烂,尤其回到东北的时候,哎呀,这孩子啊,走了14年了,回来了,都老了,胡子叉叉的,但是终于回来了,都哭啊。 说想吃东北的高粱米饭,想喝家乡的水,辽阳的水特别甜啊,我小时候也喝过,做出来的高粱米饭特别白,14年都多了,都没吃着啊。 你想想,三一年九一八以后走的,46年以后才回来,多少年了,所以说,那真是寒的热泪回到热土啊。 关庆后是幸运的,战后他回到了东北,并一直生活在故土,直到终老。 据资料统计,像关清后这样回到家乡的东北军将士,大约只有两万人左右,仅占入关部队的十分之一,而十分之九的人没有回来。 这其中,阵亡者又占了大半。 九一八之后,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整个东北流亡集团,大约有近百万人之众,这其中包括了工、龙、兵、学、商、各界人士。 张学良一手创办的两所中学,即童泽中学,童泽女子中学,在九一八之后遭到了停办的命运。 东北光复后才得以复校,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两所学校也陆续恢复了童泽的校名。 童泽女子中学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少帅制定下来的校歌。 童泽女子中学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少帝国陆续恢复了童泽。 童泽女子中学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少帝国陆续恢复了童泽女子中学至今时。 19岁高龄的张学良接到了一件意外的礼物 礼物是来自老家辽宁的乡亲送给他的一块绿色琉璃瓦 这片瓦上刻有张大元帅林木蒂琉璃瓦 中华民国18年监制的字样 老人见到这片瓦顿时泪水连连 直到终老张学良也未能实现回到家乡的愿望 和他一样那些转战中国大江南北 为抗日胜利做出卓越贡献的东北子弟兵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只能魂归孤立 夜半睡朦胧 呼听雷雨声 狂风如怒吼 好像赴敌兵 今我还乡梦 恨未回辽东 这是长恩多在山东时写下的一首诗 表达了他心系东北的泉泉之心 然而他最终也没能回去 根据资料统计 918事变后 入关的东北军将士 在抗战胜利之后能够回到故土 直到终老的大约只有两万人左右 仅占入关部队的十分之一 而十分之九的人没有回来 这其中阵亡者又占了大半 在中国的抗战史上 他们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他们逐起了血肉长城 他们战斗到最后一席 2001年10月14号 张学良在夏威夷海岛上的一家医院去世 享年101岁 叱咤风雨半生的少帅 却无法完成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心愿 回家 而在他的生前身后 未能实现这一愿望的 还有许许多多 难以熟记的家乡子弟兵 感谢您收看本周的《凤凰大视野》 再见 接着为您播出的是 红金龙思想力行动力 《凤凰大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ע桌上